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短线交易工作室的视频专栏 今天是2019年4月16日 我是FX268财经学院的金融培训师赛冲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走势 那么这两天的波动非常之小 那么美元指出昨天日线的波动非常的窄 那么仍旧还处于我们之前给大家画的这样一个盘整的箱体 这里有非常强的多工博力 那么这两天走势还比较难操作 我建议大家尽可能去观望 看一下这里的方向是否能选出来 这里的走势线路窄幅震荡 也就证明了市场的参与度并不是非常热情 那么也是因为最近的数据也是比较少 没有特别重要的经济数据或者说是新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非美走势 那么欧元在这两天受到了日线级别的60均线连续两次是压制 但是由于上周的大阳线的实体非常之强 所以我们发现回落到之后 那么下方的均线还是有牢牢守住 那么现在目前欧元说至于一小时六十均线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如果欧元短期之内回落 这个四小时可以修成什么样的形态 那么如果这里经历过盘整 四小时在某一个均线上形成一个支撑 那么还有机会向上去上攻 日线级别的前高 因为整体格局还在走比较明显的 这样一个相抵震荡 那么哪怕我们是这样看一个通道的话 那么上方通道压力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耐心等待下方短期 来去买多 上方到了位置我们尝试来做空 水平压力也好 还是通道位置也好 都是我们要考虑顺的趋势 原方向来做一个回抽的确认 那么英镑在这两天也是波动非常之小 那么上周给大家画的一个三角形震荡 目前人就处于这个区间中 人就处于这个区间中 所以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趋势颇位 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耐心等等看 这个三角形越收拢的角度是越来越小 那么随时都有可能会突破 关键就是看有什么外界的基本面新闻 或者是预期能够刺激到市场 那么如果这里英镑向下破位的话 那么英镑将会寻找寻探前方的水平支撑 因为这里的上方你就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高点压力了 所以迟迟没有破 那水平位没有上破 而高点也在逐渐抬高 所以这个三角形震荡一旦走出去的话 将会选择一个方向性的走势 好我们看一下奥远 奥远呢 由于之前的高点呢 已经被连续上破 那么奥远打到了四小时的六均线 上一次我们是这边尝试去买多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四小时六均线没人就是可以尝试去 看场 那么先看一下 这里的四小时防守 如果防住的话 奥远再去寻找上桌的最高价 因为整体呢 盘整还是非常明显 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确认 所以呢 还是重要是以高抛低息为主 那么当然打到前方压力位 也是我们再去看空的一个机会 市场产生非常多的高点和低点 那么高点低点 如果一旦形成新的支撑阻力 那么市场仍旧处于一个震荡 好这是纽约 纽约呢 我们之前上周看到这里的支撑 形成一波拉伸 那在上周五的公开课呢 我为大家讲过 如果纽约能够打开四小时均线的话 如果这波回落 回踩到61.8%的黄金分贵 这样是纽约寻找买入点 那么今天刚才前面正好达到了这个位置 不过差一点点没触碰到 所以如果再回落到这个附近的话 仍旧是我们考虑尝试去买多的一个关键点位 所以纽约路长点位还是比较清晰 那么上周五的公开课 为大家做解析 如果纽约打开了四小时均线 上坡之后回踩到61.8% 是我们进场点 所以大家正好充分的准备 那么这是黄金 黄金这次反弹之后 到了这波下跌618连续急速下跌 来去寻探前方的两个水平 三个水平支撑 那么短期呢 我们原本的是建议大家 逢高到一小时六十元米来做空的 但是迟迟都没有打到 一小时三十元米牢牢压制着 那么短期黄金也接到前方的水平支撑 那么现在呢会考虑 会做一个比较明显的窄幅震荡 那么这个窄幅震荡呢 如果在一小时级别里面看 我们今天采取的策略是在 一小时六十均线 来顺着趋势来做空 那么到了均线位置 也是前方的水平支撑压力 做空之后呢 我们看这里相提震荡的新的格局 那么目标空间能够达三到五十点 一共震荡区间的有七十八点 那么我们能够达到一半 四十点到五十点左右 也是不错的 美元对日元呢 我们这两天来关注一下 因为美元对日元呢 已经打到了前方的 蓝色的我画的压力密集区 也触碰到前方的水平压力 引线头 所以这里呢 因为整体市场都是在处于震荡 所以美元对日元这里 可以尝试去做空的 止损呢 只要给它这个上方就行了 只要破了止损 那么这个走势就出问题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做空机会 那么如果这里做空的走势呢 目标空间可以看多一点 因为也是走宽幅正道 我们可以看到 日线级别的 上周五的最低价是三十多点 那么先看这里的三十多点吧 如果这里三十多点破掉的话 那么将会又去寻找 前方的大阳性的看反价 或者日线级别的六十均线 因为上一次 日线级别六十均线是受过支撑的 所以如果再打回到日线六十元 人就是做多 美元队家园昨天触底反弹 我们看到多少次都要向下去尝试 找到前方的水平支撑 但是都没有到 所以我们的目标进场点还差了一点 那么这里又形成了一波拉升 去寻找到前方水平压力 那么新的宽幅正道箱体又出现了 那么短期之内我们来看 这里的小级别的患者箱体 上方的压力来做空 下方支撑来看涨 美元对瑞朗呢 其实这里是一个新的看涨的通道 如果我们把这个通道 把这个当成噪音去除的话 所以通道还保持完好 如果向下回到这个通道下轨 我们人是去看涨的 那么当然 这短期之内如果有四小时均线支撑 也是我们去看涨的条件 所以美瑞呢 今天我们不易去做追多 因为前方形成了一个新的水平压力 那么我们关键看回落去买多的话 下方去买多 更加安全 好 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 一直建议大家暂时不要去抄点 不要去做空 因为现在还没有到我们前方的水平压力 还差了有个一百点不到点 还差了几十个点 那么我们耐心这么看 前方的水平压力 能否达到之后 形成向上假突破 收回来之后 我们做一个反手入空 那么最后看一下原油 原油再次回到四小时均线 六十元 这里如果形成有效支撑 又是我们的看涨顺势的趋势跟踪买路点 那么如果下破的话 寻找到通道的下轨去买路 和上车的策略保持不变 好 感谢各位收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交易计划 我们下车的策略保持不变